第二十题,在制造肥皂的实验步骤中,为何需要加入饱和食塩水? 我们做肥皂的步骤第一步是造化,是油脂加氢氧化那种产生脂肪酸钠加甘油 第二步做的是沿稀,倒入饱和食塩水中 因为肥皂不容易饱和食塩水会浮在上面,同时跟我们产生的甘油分离 所以第二十题,为何需要加入饱和食塩水? 我们答案选的是C,使肥皂与甘油分离